北京时间8月31日,新赛季黄马的7号终于有了答案,回归黄马的25岁前锋马里亚诺成为黄马7号的新主人。 在C罗离开后,马里亚诺将在新赛季扔黄马7号出场。需要指出的是,马里亚诺曾在黄马效力,上赛季代表李昂出战45场打进21球。新赛季,马里亚诺被看作是本泽马的替补。 2017赛季结束后,C罗确认离开,黄马并没有签下新的大牌来领替C罗的位置。整个夏季转会期,黄马都没有大动作,不过主帅洛佩特吉,还是希望签下一位替补中锋。 8月30日,黄马官方宣布签下马里亚诺,为这位25岁的前锋,支付了2300万欧元。 马里亚诺出生在西班牙,9岁石家蒙西班牙人清迅盈,18岁石家蒙黄马清迅盈。 在16-17赛季中,马里亚诺为黄马出场14次打进5球,其中包括一个国王杯,对阵丙级对时的帽子戏法。 去年夏天,黄马以800万欧元的价格将马里亚诺卖给李昂。 合同里黄马有优先购买权,原本赛维利亚和马里亚诺谈妥了合同,但是黄马的介入,牵回了这位中锋。 上赛季,马里亚诺为李昂出场45次打进21球。 从现在的情况看,马里亚诺的定位就是黄马的替补前锋,成为本则马的替补。 而黄马官方确认,马里亚诺成为7号的新主人,对于这一选择,有球迷直言太过草率。 有球迷也留言写道,CRPRIAMF,一温一个真敢给,一个真敢穿,新赛季黄马7号,打替补。 F-8-9宁愿70空号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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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